另外有人問,胡姑,你和中聯辦有什麼關係? 我連張曉明先生都不認識,沒見過他,在電視見過,真人沒見過,沒騙過手 我那時候做很多政府公職,當然我做法官,1993年我做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 做了13年,做到2006年沒人做事,做那麼久 然後2006年之後,我就做過最不公開的事,就是勾線的專員 監聽專員,勾線,沒有人都不見了,因為所有東西都是秘密 譬如說,政府,警察,ICC,如何監聽人,如何勾線 不說,不說得,不說得,知道就沒有人勾到 第二,人家當然問,有沒有勾我線?有沒有勾誰線? 不說得,說了就走了,又不勾到,所以全部都是最秘密的事 我有一個最開放,因為做選舉就要最公開,公開,公平,誠實,透明 哪些選舉的規則,要解釋給觀眾聽,讓每個人都明白 所以他很有趣的,那個原則就是公開,公平,誠實 你公平,對每個候選人要公平,誠實,不准說謊,不要鼓鼓滑滑 但是最緊要公開,公開行屍,你不公開這些東西,那些人怎麼知道你公平呢? 怎麼知道你誠實呢?所以就要公開,那跟法律那些東西一樣 全部都要公開,全部都要透明度最高,那就是選舉 到了做勾線,什麼都要秘密,什麼都不出色,密實,密密實實,嚴正保密密密實實 那麼就,譬如,任何東西都不能說,就一年就見記者一次 我那時候就沒有上節目,任何節目都沒有上 見記者一次就是,出個報告書的時候,見一次,就解釋報告書裡面說得出的東西 如果報告書以外的,對不起,不能說得,不秘密 所以呢,就是那個,那個,那個,那個生活呢,轉得很緊要,有最公開的人,變成最密實的人 所以呢,年輕的觀眾呢,不認識我,因為2006年之前,注意選舉的人,一定認識我 2006年之後,我不見了,沒有出現,所以,年輕的朋友不認識我 明白,那就是十年了,十年前,開始不認識我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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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